我把骑行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纵向的 需要花点时间去积累里程 另一个是横向的 需要垂打你的素质 骑行呢 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但这个和我这个文质彬彬的形象来说 好像不太符合是吧 我是李雷 实名律师 过于静态的工作呢 往往隐藏着健康的风险 难得有闲家的时光啊 我会骑自行车 既能强身健体 还能拖宽思维 一曲两得嘛 随着时间的积累啊 我有了自己的家庭 也有了自己的律所 穿梭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呢 我需要一台更加全能的车 于是呢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 我人生的第一台车 卡罗拉 置换成了一汽丰田 亚洲龙 从卡罗拉到亚洲龙啊 很多人都说我是丰田的铁粉 其实当初我也考虑了很多的其他品牌吧 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丰田 毕竟丰田的历史啊 沉淀和技术底蕴打动了我 卡罗拉批办了我十年 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了吧 当这种信任感在内心中建立起来之后呢 就很难被代替了 就和我自行车一样 美利达这个牌子呢 我记得小的时候这个牌子就很多了 骑行圈里有句话 不知道买什么车 就去看看美利达 我觉得和封田很像 如果不知道买什么车 就去选封田 绝对不出错 我这儿骑了有一年多了吧 今天啊 真不在这里 你可别看看 这仅仅有二十多公里啊 我记着 去年的时候 我骑过一次 骑到半路啊 就不行了 没死 从卡罗拉到亚洲龙啊 一方面有品牌的影响 但理性来看呢 亚洲龙和ES同平台 同三大件 价格更亲民 我没有什么理由 好拒绝吧 我好像没有看过特别多的车 我不管买什么东西啊 始终信奉一句话 去选择很多人 去选过的产品 这个是一个口碑 人家用自己亲身的经历 去体验 你就不用去自己赌了吧 选的人越多啊 就越能相信它的品质 而且我刚刚也说了 亚洲龙和ES有着莫大的渊源 花更合适的价格 去选择更靠谱的品质 何乐而不为啊 这个和平常的那个公路 还是不太一样 你要骑山路的话 需要大腿肌肉的爆发力啊 还有控制力 还有耐力 都非常的重要 加油 来 几个掌 出发 亚洲龙有三个动力版本啊 我肯定要选那个2.5升燃油的 当然啊 身边有好多人都选那个混动的 毕竟不同人不同需求嘛 他们追求的是更加经济啊 更加静谱的感觉 但我不一样 我骑车骑习惯了 我向往一种速度感 亚洲龙的2.5升发动机啊 动力是很充沛 虽然我知道 现在有好多都是涡轮车 但不一样啊 自然兴起的那种浑厚感 真的很迷人 关键是线性 这颗汽车很像啊 需要有大腿强劲的机肉 也要在整个构成中啊 把动力均匀合理的分配出来 而且啊 配备了AVS自适应缘架 稳定性更强 有时候开快一点 也是很得心一手的 做任何事情 一开始都是很轻松的 你比如骑行 但是 骑行到了5公里以后就是一个坎儿 需要提前达到心流状态 继续加油 出发 我记着13年的时候 我约了几个朋友 开了几辆车 去了趟川藏县 当时有的车啊 在一两千公里之后啊 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有些的问题 真的是毫无征兆 莫名其妙的 你说你动力很强吧 跑着跑着没有动力了 你去检查水表 水箱堵了 节温器也出了问题 是不是很难受 所以说 我为什么买丰田啊 它至少不会把你撂到半路上吧 耐久性很靠谱 我开了卡罗拉十年了 19万公里啊 至今车况非常良好 本人亲测啊 真的是有人开了那么长时间 那么远的路 我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所以对于亚洲楼啊 我非常有信心 如果有机会 再去西藏那边看看 那里的人几乎只认丰田 就是说在很极端的环境下 还能保证动力性和耐久性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 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 骑行是我生活里的一部分 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意义 它让我沉下心 感受车轮的每一次转动 脚掌没踩过一圈 山河就近了一点 没走过这样一寸土地 就变得很有意义 它成为了我很重要的伙伴 亚洲龙也是 骑行能陪我走上百公里 亚洲龙能伴我走上万公里 尽管交通工具不同 但本质它们是一样的 如果还有更远的地方 今后我们就一起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